讲到清凉大师的书 将菩萨有四种大 愿大 他求成佛 求大菩提 当然我们在学习这一段经文 因为我们是大臣行人 我们这一生就是要行菩萨道 我们不行菩萨道 那我们行什么道呢 不行菩萨道 就行六道轮回去了 轮回心变成造轮回业 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 都不可能了图生死了 所以我们要效法菩萨 所以这些经文 这些开解 我们随文路观 当下就要去效法学习 假如我们觉得 要去效法学习 有困难 那这个我们就要提出来 能从师长老人家的教诲 找到突破的方法 现在网路很方便 我们把自己相关的问题写下来 打上师父上人的法号 相关词 不敢直下承担 所以马明菩萨 大臣起信论 这一篇教诲 我们听这个名字 就可以感受到了 大臣起信论 信为道源 功德母 所以我们突破不了 我们生烦恼 一定跟信心不足 有关系 那大臣起信论当中 师长老人家 常常引用的 一句教诲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叫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 老人家怕我们 不够重视这一句教诲 所以老人家加了几个字来 本觉本有 一定可以恢复 不觉本无 一定可以去掉 所以本觉 是我们本有的 本有的真心 当然可以恢复了 不觉本来就无 所以翻经的祖师 把他翻 忘心 不觉就忘心 我们看到这个忘字 代表什么 虚忘的 不是真的 既然不是真的 它障碍不了我们 了凡事讯说 正念现前 邪念自然 污染不上 所以不觉本无 决定可以去掉 可以放得下 所以真心 是我们本有的 这个菩萨行 也是我们真心 本有的 所以我们一定 可以做得到 我们听的时候 要直下承担 往那个方向 去努力 其实是去恢复 所以我们学佛 首先要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真心 跟佛菩萨 无恶无别 那忘心是虚妄 它障碍不了我们 一定可以去掉 我们有这样的认知 我们再来学习这一段经文 包含黄老的开解 我们就能随闻入观 直下来承担 第二是行大 要广力众生 众生无边 是愿度 这个四红是愿 我们入佛门 要发的愿 第三是十大 可以经过无量数大节 来度化众生 没有疲劲 与厌倦 那我们以菩萨 为榜样 见贤施起 我们自己 互念 哪个亲戚朋友 自己起了 不耐烦的心 那我们生惭愧 我们是要效法菩萨的 所以我们一般家里面 应该都有菩萨的挂像 还是坐像 假如没有的 我可以跟你们结缘 真的 待会会后就可以 跟大家结缘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看着阿弥陀佛像 想到自己 也有弥陀自信 接着念佛 深深唤醒自己 念念不离本尊 阿弥陀佛 再来见贤施起 以四十八愿 为自己的愿 跟阿弥陀佛 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再来 看着阿弥陀佛像 念佛的恩 没有大老人家 四十八愿 我出不了轮回 靠自己的能力 断不了近视烦恼 就得要 无止境地 受轮回之苦 能这么去思维 对弥陀的感恩 自然不断增长 阿弥陀佛像 阿弥陀佛像